第24届台北国际自行车展 3月16号到19号 在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 今年度共有来自36个国家 948家厂商参展 使用3060个摊位 规模再创新高 今年的盛况空前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餐展的厂商 都是来自国外 有来自法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德国 意大利 比利时 瑞士 荷兰等国 那我觉得今年我们自行车展 除了展览一定成功之外 也代表我们自行车整个产业 去年是一个丰收年 自行车业在去年整车的出口 大概506万辆 成长了17.6% 销售金额 更达到了15亿美金 成长了20%以上 更难能可贵的是 它单价从过去100多块 200多块 到去年平均是290块 最新的资料 已经超过了300多块 换句话说 自行车不但走上高级化 也走上高价化 我们今天自行车业的出口 不仅是出口代步工具 不仅是出口运输工具 不仅是出口健康休闲工具 它也出口台湾的优质的生活品质 台湾的美好的文化 自行车已经把制造跟文创 跟精致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向全世界设计界的奥斯卡 德国的IF奖 邀请他们到台湾来 来举办自行车 国际自行车的IF奖 我们台湾不但变成 高级自行车的制造东西 研发中心 我们也会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 自行车的设计中心 而佩可展览举办的第15届 全球自行车设计比赛 则共有来自58个国家 863件作品 角逐新台币50万元的冠军奖金 最后由来自意大利的工业设计师 得到第一名 他的作品Aria 是一台造型前卫的公路车 以铭合金与碳线材质 增强车架的设计 也兼具弹性与轻量的优点 而其他的获奖作品 也都充满着创意 非常值得一看 恭喜 这一年代的冠军世界 Marco Polo Cycling Team Rider Marco Polo Cycling Team 是一个中文系列的中文系列 基于Holland 与德国人的管理 B-ray是在整个世界上的 这里我来找到新的 产品 成为我的商业 我叫做鞋子的鞋子,非常好,非常專業 很多好品牌都來到了,所以我很高興看到 工廠或工廠都增加了自己的品牌 而且它的質量很好,而且價格也降了 所以我很高興看到這件事 我的名字是Tobi Hilt,我從 EscuLab,一國的工廠 我們是經濟的鞋子,我們是經濟的鞋子 Taiwan是第一公司在商品和製作品上的商品 我一定是在台北市場上的訪問 我近年來很高興與台湾的服務 我們有很高質感 有很多很新的部份 很好的設計 我確實會有很好的商品 我已經在十年來 每年都在台湾 台湾和台湾 我从 Pakistan 我们尽量在所有的制衡器 所有制衡器 我认为这年我们有更多客户的货币 我们也有一个公司在 Eurobike 但是我认为这些货币的货币 我们也有更多客户的货币 这是最正的地方 我认为这一位货币的货币 在台北 我认为这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